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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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摩擦 於是就發出聲音 你再看看這裏 它的琴筒和小吉他琴窗亦不同 因為它的弦線的震動不只是進入洞 而是經過琴碼傳到蛇皮 傳到蛇皮之後 再經過琴筒的震動 就在琴筒尾巴的聲音上傳出來 咦 這個是甚麼 你意思是指這個框 這個框叫做音窗 這個音窗的用途是用來做甚麼 你真的有很多問題 不要緊 問題問得很好 剛才我們不是說 聲音在琴筒內震動 接著在尾巴的震動 如果我用眼睛封住琴筒的尾巴 那會怎樣 有機會是很小聲或是沒有聲音 又或者我完全打開它 打開中門 聲音會很大聲 沒錯 而為了取得中容之道 我們就用音窗封住 而音窗上也有些洞 那些洞的多與少 就控制了音量的大小 原來是這樣 嘿 考考你 你有讀這個設計科技 我想請問 音窗的材料是甚麼 木材 沒錯 傳統的儀壺 我們用木材來製造音窗 但你的老師我曾經試用了另一個材料來製造音窗 你知道甚麼嗎 在幾年前我曾經試用了這個3D彈的技術來製造音窗 那便很方便 沒錯 很方便 而且我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個用這個3D彈來製造音窗 因為剛才我已經說過傳統的儀壺師傅習慣了一幕 他們多數都不會認識3D彈的這些新的技術 但在幾年前出現3D彈的時 那些研究3D彈的科技人們 他們又不會認識怎樣做音窗 所以從來都沒有人用3D彈的技術來做音窗 剛剛你的老師學過怎樣製造音窗 我一直都有研究3D彈的機 所以我就將兩個東西結合了 想到這個新的方法出來 由3D彈來製造音窗 那你說它的形狀又可以變成多樣化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爛嗎 是呀 可以變化很多的 你之前不是說想學3D彈的嗎 對呀 那剛巧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小朋友就想做一個有他自己的名字的異壺優策 不如我就用這個機會教你怎樣用3D彈來製造音窗 好嗎 好呀 阿希 無論你選用木材 或者用3D彈來製造音窗 尺寸都很重要 那一個異壺呢 我講一個正常的異壺 是有標準尺寸的 就譬如這個叫做88mm琴筒 講的是蛇皮那邊是88mm 那琴筒尾部當然沒那麼大 而容納音窗那個位置 對邊就depends on木板的厚度 會有少少不差 一般就是66.5-68mm左右 而這次要做這個呢 我量度過了 就是對邊67.5mm的 那由於二壺琴筒呢 就是一個正六邊形來的 所以設計樣子就非常容易的 我一般就會採用曾經教過你們的Adobe Illustrator來畫的 但是其實用其他的向良軟件 例如CorelDraw都沒問題的 那我小朋友呢 我姓名上面有這個銳字 那我就用中文輸入法輸入了 但是你會見到輸入了之後的大小呢 就跟原本我的設計不匹配喔 於是我就將個字放大一點點 令到他的筆畫呢 都盡量碰到旁邊 這樣才不會掉出來嘛 那要將這個文字變成圖案呢 我們就需要利用物件下拉功能表的展開功能 而當文字呢 都變成了圖案之後呢 就再利用路徑管理員裡面的合併功能呢 將個框和字合併了 但是呢 你看到現在合併了都不太行的 因為有些分離的點是會掉出來的嘛 於是呢 我就再將一些點呢 做回一些拉筆 令到整個字呢 每一個筆畫呢 都是相連的 在這裡要提醒呢 無論用木 或者用3D彈來做耀音槍呢 都要記住呢 圖案和字加起來的總面積 好像現在這樣 佔它整個面積的三分一呢 那音量就非常好的了 如果你的字筆畫比較少呢 就要更改一下整個設計了 完成整個繪畫之後呢 我們可以將現在這個向量圖 轉傳成為一個CAD軟件能夠讀入的檔案形式 啊 例如DXF那樣啦 之後啊 自然當然到on shape出馬啦 因為我們要做3D打印嘛 那我們將這個圖呢 在on shape裡面呢 就導入去它一個草圖裡面 導入的方法呢 就是在草圖上面呢 使用這個圖示啦 只要去回我們檔案夾 找回剛才導出的DXF 就可以將圖樣呢 放在圖紙上面啦 之後呢 就是正常的擠出一個6mm的厚度 但是完成了之後 還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將音槍裡面的六條邊呢 做一個倒閣 而這個倒閣呢 就是跟音槍一樣厚 就是6mm 但是就是深1mm的 這個斜邊呢 在傳統用木造的音槍也是有的 有了它才能夠更容易安裝到二戶的琴筒裡面的 一切工序完成之後 當然是匯出 就準備進行打印啦 而在Cura的設定方面呢 我會將字呢 反轉來放 而選擇100%Inflow呢 來作為打印的 大約呢 就要打印4-5個小時 只要將切片之後的檔案 將封出成為Gcode file 只要在SD卡再插入去3D打印機 就可以選擇檔案 然後進行打印啦 好有耐心的等一等 攪拌幾個小時呢 就差不多可以收割了 撕吧 撕出來 可能要用點力 它如果是暖了 它應該會自己會脫掉的 OK 那需要打磨嗎 之後阿希呢 還很乖地幫我用320毫升的水磨沙子 打磨六條邊 快點 第四條 第五條 來到最後呢 我們就要回到儀壺那邊 把舊的音槍拆走了 由於這個舊的木音槍 就用膠水黏得很實 所以要用些暴力的 但是暴力得來 也要保住那個琴筒 不會被你弄花 因為這個是一個老熊木儀壺來的 賣了你都不夠賠 好了 最後一步呢 自然是把這個新的音槍黏上去 避免將來人家要換音槍 又要使用暴力 我只會在六個角度 下一點點不靈異 好了 大功告成了 可以進入箱了 嘩希 經過了我今天的講解之後 你有沒有學到什麼呢 我當然有學到東西 今次我學到妖的發聲原理 是通過拉延傳道去 那個發聲筒那裡 而第二樣就是 那個音槍的用途 是用來控制那個妖的音量的大小 最重要的是 今次通過幫這個小朋友 製作這個音槍 教腰中我怎樣去畫一個3D的背圖出來 再加上怎樣去用三支彈器 製作那些物件出來 沒錯 所以如果你想學多些有關Stam的知識 以後多些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 我是派老師 他是阿希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關注 點贊 和分享出去 拜拜 拜拜